全国原住民文面老人 仅成不到六位 而其中一位 花莲泰鲁阁族方阿妹阿嬷 在二号不幸辞绪 享年一百岁 张着一只大眼睛高兴地拍手唱歌 花莲泰鲁阁族方阿妹阿嬷 在生前最喜欢唱陶太郎来逗情有开心 但阿嬷这个月二号 却因为心脏病不幸在医院过世 后代的子孙对她好怀念 事实上方阿妹阿嬷 是国内文面老人仅存的六位之一 今年四月份前文化部长洪梦启 才来花莲探视她 还允诺要推动文化传统保存计划 当阿嬷过世后 新政府文化部和圆明会 却没有人来探视 让亲友相当不满 他们都是国宝 国宝有国宝的一个待遇 比方他们的生活今天 比方说他们的所有的需要的 老人家所需要的这些物品等等 田桂石强调文面老人要的是尊严 政府却连丧礼都没有办法 帮他们办的庄严 冷清的丧宅让人不胜唏嘘 南澳乡有一个文面老人 过世的时候他用香葬 家属低调表示 目前家里经济还撑得过去 只希望阿嬷安息 但翻开相片 方阿妹阿嬷曾经接受美国 法国中国等好几个国家访问 这样的国宝过世了 政府不闻不问的态度 让家属感到新人 记者温家凯 华联报导